仔細詢問個案身體狀況 提供生活上的協助 是仿視員林夢俊 每天最喜歡的工作 因為看到家人照顧 失之症外公的辛苦 也為了彌補對外公的愛 決定加入醫店基金會的行列 三個月過後再去仿視 是覺得就是看到他們 就是有些已經出院 而且也變得很健康 有些從不太能走路 然後到可以走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欣慰的部分 看到關懷的個案 能恢復健康 是李夢俊最大的欣慰 而在台灣 平均不到10人當中 就有一位是高齡者 年輕人為了工作 無法兼顧 醫店基金會 為了讓年長者 得到妥善的照顧 提供居家服務 一和悠悠卡公司合作 捐贈2500套的紀念悠悠卡 民眾只要單筆捐款600元 就可以獲得 灰白兩款的悠悠卡套組 當你到達退休的階段的時候 下一代的年輕人也會照顧 這個會讓我們台灣的 更加的社會團結好 當地的一個社區 不是只有給他所有關懷 包括他的健康的照顧 包括大家居家的一個幫助 可以照顧他的身體跟心理的需要 販售悠悠卡的索德 將全數捐給醫店基金會 活動截止日到明年2月底 想要發揮愛心的民眾 不妨把握機會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